这个女人到底有多强 她叫陈冉冉 曾经的吉尼斯心算世界记录 两次获得世界冠军 2016年隐居10年的她 再次重出江湖 第一局比赛 陈冉冉对战心算神童石瓦里因 多位数成熟法 抢达车轮赛访 一对一抢达 抢达队的得星术 抢达错的扣星术 每个回合胜者没泪主 那么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 是三位数 阮阮的答案是开始 正确的答案 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 十七 二正确 七正确 四正确 二正确 四正确 五正确 八正确 八正确 六正确 二正确 零正确 六正确 七正确 七正确 四正确 七正确 八正确 可能科学也无法解释这个男孩到底有多巧 他号称酱油小弟 最强大脑的第一黑马 他就是13岁少年胡雨萱 年仅12岁就获得世界术独赛冠军 这次的比赛是标准速度 题目并没有世界术独赛的难度大 但他要面对的是日本第一天才选手森西亨台 让我们看看接下来的剧情有多跌宕起来 随着体板的破损 胡雨萱的首战失利 在位教授看来其实并不意外 听于书都说一点都不意外 那个差几个空 其实时间上来说还是挺大 看起来只是几个空 但是真正在速度比赛中间 这个时间差也是非常大的差距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题 日本选手又是率先按到了答题间 获得了第二回合的胜利 森西亨台获得了两分 在中国队0比2落后于日本队的情况下 如果胡雨萱一旦失误 日本队将直接夺得冠军 这让观众都着急不已 但令人意外的是 胡雨萱并没有丝毫的慌乱 随着比赛的进行 第三局也已经开始 但这道题要比之前的要难 就连森西亨台的速度也降下来 50秒过去 两个人的答题完成度 还不到上一题的三分之一 就在所有人会以为胡雨萱机会渺茫的时候 胡雨萱却像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 迅速完成作答并按下答题键 这个我们熟悉的酱油滴又回来了 世界排名靠后又怎么样 世界第一照样给你敲翻 第四轮比赛一开始 胡雨萱就迅速答题 反观森西似乎受到了上一局失败的影响 答题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在森西又一次陷入沉默时 胡雨萱视如破竹 直接按下答题键 选手胡雨萱作答正确 中国队与日本队2比2 现在也是来到了赛点 决胜局马上开始 国际评委的表态让森西受到了影响 反观胡雨萱这边卸下压力 像开挂了一样再次完成答题 胡雨萱作答正确 13岁的小将挑战成功 成功击败日本世界冠军 年龄小并不是他的短短 反而给了他放手一搏的勇气